大家好 我是云飞 前期视频大家了解了创流 有非常多的网友跟着我的视频教程 一步步完成了设置 并且也非常愉快地开始了玩耍 但除此之外 是更多的网友遇到问题 非常的奇怪 三项连接不上奇怪的墙等等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走另一个路子 试试云电脑 这个基本上可以保证 我们有电脑就可以安装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Mac电脑上面 哇 赛博朋克2077是个什么体验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延迟 基本在20以内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就是Windows老笔记本 这个是1050Ti的一个显卡 然后现在是全高画质在运行 这个云电脑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战斗的场面就忽略 我们都是菜鸟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延迟 这个Windows笔本 它延迟在输入后没有可以 所以后面解决 从来的拿手里面强调的 怎么样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那么点下收藏支持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搞定 有哪些功能 首先我们直接搜索海马云电脑 当然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直达 进入官网 我们选择云电脑 选择对应系统的安装程序 目前来说有Mac版本和Windows版本 旁边还有手机版和平版本 据说7月底就可以上线 下载完成之后安装 然后安装完成之后注册登录 现在默认的是送500金币 也就是我们可以免费白条线 可以看到它有8个型号的选择 但其实主要是围绕了两款显卡 所以基础最低的都是4070 另一个就是4090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它这边的这个分辨率 可以选择1080 2K 4K 以及知识印刷新率有60帧 120帧 240帧 最高可以到360帧 这个配置确实是强的可怕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云电脑产品上 见过敢上这么强的配置 我使用了一段时间 个人建议你直接选择 知识印清晰度即可 进入性会更强 而且画质会更好 玩游戏的话就选择屏幕的刷新率即可 然后点击进入就行了 不过在连接之前 我这里分劝大家一句 你的电脑配置可以很差 但你的网络一定要稳 因为云电脑它什么都不挑 就是挑一个网络 根据官方下面的建议 比较顶配的4K 120帧 2K 240帧 需要大于500兆的带宽 然后其他配置 基本上大于100兆就能玩 但肯定是越高填越好 如果直接连上网线玩 那么延迟和稳定性 肯定会更好一些 就比如我目前使用Mac进行连接 想要一个高性能的游王 那么我选择了有线连接 买了一根网线 然后连接上的这个效果 确实是挺可以的 会比无线连接会更稳定 颜色要更低 开机之后你会发现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 玩的那种网吧一样 所有的游戏 不管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它都给你下载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去重新下载游戏了 到手登录自己的账号就行了 而且它是有一个免费的个人空间 有50GB 这里面是可以用于 存放我们私人的东西 或者安装软件 在下一次登录的时候 依然会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开几款游戏 看一下这个云电脑 跑一些大型游戏的效果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看看 显卡杀手的赛博朋克2077 电脑配置好不好 这个游戏一测就知道 我们开4K画质 把图形设置开到最高 打开光线追踪 帧率可以稳定在90多 然后延迟的话 在20毫秒以内 还是非常不错的 键盘鼠标操作起来 是非常的流畅跟手 接下来我又测试了星期三甲 在最高画质特效拉满的情况下 依然有250到300帧 可以说这个电竞级别的游戏体验 确实是改变了 我以前对于云电脑的一些观念 确实配置堆得高 网络传说和镜属适配 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 以前云电脑常见的一些问题 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 都装上4090显卡了 这台海马云电脑 肯定是不只能玩游戏了 我在桌面看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还预装了建模渲软 视频剪辑 Adobe全家桶等专业软件 确实这么好的性能 非常适合运行一些大型生产力软件 而且这个海马云电脑 还给每个账号赠送了 50GB的免费储存 完全可以存下一些 常用的软件 文件 存档之类的 下次开机就可以直接接着用 而关于这个价格 我觉得是非常香的 里面的这4090显卡 最便宜的是 240GB每个小时 4070显卡最便宜的是 120GB每个小时 换了成NP 也就是2块4 1块2 就算是最顶配的 4090 4K 120帧 在高分期 也就是6块钱一个小时 这个可不比电信网吧相多了 而且这个配置拉码 按我这个主机的价格算一下 可以玩4166个小时 每天下班回来 玩两三个小时 一个月 玩20天 至少能玩四五年 这个还是挺夸张的 看到这里 应该会有那么一点点了解 海马云电脑 可以干啥 有什么功能呢 作为一个实际体验过的 真的用户 我已经完全露坑 并且充了好几只金币了 所以我也非常推荐 配置不是很高 或者Mac用户 先免费体验一下 反正现在注册就送500金币 而且我的置顶评论区 还可以领更多的金币 但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 档幕一起来讨论 对你有帮助的话 要个三连 不过分吧 记得多多支持 我是云飞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